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一张叫做专班缘起 请问一下 这个虽然拉里拉扎写了一大堆的字 我还是要把它分门别类 好了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我觉得说一刚开始 这张投影片 的目录不是那么漂亮 这个缘起我想要换另外一个模型来讲 先找到模型好了 在我的范例一里面想要打开 商业计划 好我想要用这一张 就是缘起我想要换这一张 可以吗 好我想要用商业计划这个里面的模板 的第8张投影片 好所以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做 首先我要点选 点回来我自己这个档案 然后透过右边是不是有这个浏览 请重新去找找在我的范例底下的 商业计划 商业计划 然后麻烦请把商业计划现在要打勾 保留来游格式设定要打勾 然后请选第8张投影片8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首先 首先没有没有看到就是针对这一张 针对这一张里面 我是不是这1234 我是不是就可以放这个企业社会责任 就是这为什么要做这个班 好 好那一则是企业社会责任 二则是金融业投入社会公益 然后第3要集 台湾集中共同力量 好 再来就是 开办了这个大专生金融就业公益专班 所以我要把这4个字放过来 好 首先先把专班缘起 复制 贴到他 滑鼠要件 然后贴上 再来 这里 企业社会责任 复制 企业社会责任 然后第2个是 金融业投入社会公益 我觉得金融业三个字就不用了 投入社会公益 好 第3个 集中共同力量 然后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大专生金融就业 公益专班 好 重点我是要讲说 在一张图片我觉得 我觉得我就想要去放 刚刚那张面 就是 假设 我觉得要放一个 第2页 金融 财务自主管理 反正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图片的大小我希望不要去动它 然后就把 适当的一张图片 塞进来 所以怎么做到这件事 所以请点 滑鼠右键 然后变分图片 然后从 线上来源 然后选择 这里面找一张 适当的 图片 对像我们刚刚选择的那个 鸟在天空飞 好所以 打 Bird Sky 那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去找那个 呃 例如说 金钱 好例如说好了 我们来看 钱的课程 Money 然后 Curse 好 Enter 我看看 我看这样子的课有多不多 你看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今天 因为他他所认定 因为这是 所以他所认定的 Money 是美金 这我想应该可以理解 好 那当然你也可以打那个 New 呃 台湾 那个 Money 可能他就出现是台币 好 至少这张 是可以放进去了 好 那我只是说稍微让我们去理解一下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是可以更换的 然后你可以针对这张图片 例如说加个 低色的边框 就是做一个区隔 这个提供 就提供给你参考一下 这个图片是可以更换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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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